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观众我是Benny 而是潘多拉神秘启雪律的主持人 今天我还有一个大师级的人马 这个钟原Stanley 你好 钟原是一个什么人 我想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我今天都讲一讲 他是著名的外星文明的研究学者 和这个slash的邪干族 加上这个最厉害的研学家 今天找到他主要原因 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主题 叫做Crop Circle 墨田圈 那里面要涉及到很多宗教 或者哲学性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找到 中原这些重量级的人马出来的 墨田圈在墨田上面 透过某种力量 令到农作物压平而产生出来的 旗河图形 这种令到农作物平顺倒塌的方式 和植物竞接点的消焦痕跡 并不是人力压平所能够做到 有很多人试图用自己的方法 尝试复制这种现象 但仍然未能够成功 到现在仍然无法解释 这种现象 究竟用什么神秘的力量 或者做法可以达成的呢 这一点就成为 外星支持论者的主要物证基础 中原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很久没有见你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过往也有帮UFO学会 做一些讲座和分享 除了之外 其实我自己本身 都有做其他的兼职 例如呢 例如我自己会有做一些 和宗教传统拜神集族的东西 民间信仰 研究风水 空性 很厉害 这一方面 中原我想问一下 认识那些真的很久 因为我第一次听中原 是某一次的场合 他讲世界末日 当时我已经被这位大师吸引了 因为他无论生动 资料丰富 和他是很清晰 因为我记得很多这类的节目 或者有些专家 他们讲得很深入 很高 但是很多人都未必明白 所以我们这次的节目 请到中原有两个东西 就是说 入门开始 一个step by step 中原我想问你 听你这样说 你又搞不太多 其实我们这些 我们叫科学 scientific 的东西 silence fiction 的东西 和中国的风水 命理 会不会有很大冲突 因为一个迷信 一个叫做科学的东西 会不会在这个工作上 有很多冲突 如果我们单从学一样东西 就会觉得两样东西 风马牛不相当 但原来我们万事万物事 都有很多共通 就讲回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讲墨田圈 原来在墨田圈里面 有一些图案符号 是跟中国的译经 以至到八卦 是有关系的 好像有很多还原律 那些分子力学 那些都有关系的 跟中国的阴阳都有关系吗 都有的 因为我们研究 就算UFO外星文明 甚至我们研究 中国古代的玄学风水 其实到最终我们归咎 都是会研究一些 跟外星文明产生的东西 或者是宇宙源头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既学一些古代的东西 或者神秘学的东西 再加上现代的科学 我们就会看到整件事的脈絡 和它的来源在哪里 我相信今天这个 就是这一支节目 应该是 就是我做了这么久的 这个特辑节目 这个是一个很高峰 我觉得 好了 讲回我们正题 好啊 其实我也做了很多资料 当然今天中原来 我一定要做足功课 才可以跟他交代 我查过 好像说墨团 好像在1972年 世界各地 包括澳洲、英国 或者意大利 甚至中国都有 甚至发现到 大概都有 由1972年到现在 我数据看回 好像有两千多个 尤其在1999年 听说英国出现很多 英国 听说英国 而且出现的次数 和图案 都很复杂 因为很多时候 会说到 有些人为 有些超自然力量 我觉得 就算人为 做不到 这个要由你去分析 那之后 就是我说 1972年之后 陆续在欧洲 南美洲 因为我去过秘鲁 纳卡线 都出现了很多 很多 神秘图案 1988年 1998年 到2000年之间 都 英国都发现了 128幅 我查过英国有个全球知名的国际圆圈现象研究中心 CPRI 你有听过吗 有 有位专家 我查过他的资料 原来他们里面有一班专家 唯一一个成员 就在16、18年16世纪的时候 就在一个木板画 写到一幅叫做 魔鬼收割者 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源头 或者会不会是一个 令到整个墨田圈 一个始祖 或者甚至乎 因为它里面的插图 是说魔鬼收割 我有看的 那它是一些板画 在右下角收割 草是一个好像逆时针 这样躺下 跟Cop Circle是完全有关的 这个令到我很震惊 那到底这件事 会不会是我们的始祖 当然我们会说到 或者有些人叫做迪安圈 因为他为什么呢 又说 相传英国有个电器工程师 迪加多 和一个作家安德鲁斯 早期两个进行测量和研究 他们在1986年7月 他们去到一个地方 用一个望远镜和他们的探测工具 就发现了一些神秘事件 的墨田圈开始 所以有些人就传说 又叫做迪安圈 用它两个名字来做 到底这个墨田圈 有什么类型 这一部分我们讲到的位置 或者它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可不可以由钟原来说一下 好啊 那我们先讲一下墨田圈是什么 刚才Benny也说了 就是在最早英国的时候 是一九六几年 就在一个版画 就看到一个橢圆形的农田 上面就有一个好像魔鬼状的东西 拿着一把念刀 就好像在收割那些的墨田 那由这一幅画策里面 那些人就盛传 原来最早的墨田圈 或者是历史有记录 就在这个十七世纪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一样东西了 那因为时代九远 那时也没有互联网 没有数码相机 或者没有一些拍摄的工具 我们很难证实 究竟那一张是什么 我又会觉得 就是当我们古代的人 他们的科学水平 去到那个时代 而他要了解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会将那样东西 将它神化 或者归纳 归纳为一些神秘的异象组织 而他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 他就会归纳 或者将那样东西 摆在神的角度 或者是一个魔鬼的角度 宗教上面的沉面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这件事 在一九六年 这个神秘的墨田圈 出现在中国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不会用魔鬼 叫收割者 你觉得如果 为了是你这个角度去看 当你在十六世纪 见到一个 一个这么特别的墨田圈的时候 你会怎样形容这件事呢 就是当我们人文字未开 或者对科学未有那么多认知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农民 在农田上面 见到这些这么特别的图案 他会觉得这件事 跟什么有关呢 如果我们从鬼神学说 从这个妖精 我们中国人就说 很多这些神怪妖魔的东西 那你会觉得 如果在英国我们就叫做 魔鬼的收割者 那如果在中国 你会觉得给他一个什么名字 没错 不如这样吧 因为这些东西 我们是step by step 一步步来 因为我自己查过资料 墨田圈 有些人叫墨田怪圈 Corp Circle 那他们一般 我查过很多资料 就是在春夏的时间 就出现的 尤其是在核电厂附近 那通常出墨田圈的地方 一定会出现很多UFO 就是那些不明飞行物体 那还在深夜的 我记得 深夜的 那这个墨田圈 因为它现在出现了这么多 就是整个千个 那现在分布的位置 和他们那个 就是国家 除了英国 其实以你理解 就是你研究了这么久 你觉得 是不是会集中 某一个地球上的方位 如果以现在我们的科技 可以做一个这么长进的记录 那你会见到 大部分超过九成的墨田圈 都是在英国里面发生的 比如在威士郡 对啊 为什么会长在英国那么多呢 是的 我想有几个因素 这个我自己都是推上 这个目的是这样 因为墨田圈 它有一个特色的就是 它通常在那个 收割的季节的前后 就会发生 或者是出现的 此其一 第二 就是说 想想想 如果它是想 将那个讯息 是保留得长的时间 它应该是刻落在一些 壁画上面 或者石头上面 好像南美的 拉斯卡拉 我知道 我有去过 但是它的选择 就是一个 可能每一年 都会有一两座 被收割的稻田 或者是小墨田上面 是 目的就是希望 这个讯息 它是保留了一个短的时间 之后呢 它可能会作为一些新的讯息 好像就是我们以前 画的画板一样 当我们抹走了 那个粉笔之后 那些东西就重新再画过 我这里想打一个叉问 其实墨田圈 我也有看过 它的保持期 会多久 还有会不会没有了 或者甚至乎是 突然间消失 还是还是 因为好像大自然 它慢慢会沽着 因为我知道 现在讲到 那些蜜干 就是那些植物 它是弯了 但是不死的 那有没有一个消失期 它们没有的 就算墨田圈 经过这些特殊的力量 外力影响了它的形状之后 它们仍然依革害会生长 很厉害 但是它的意思 会不会是一个死亡期 没有的 它是保持在那些形状 如果它弯了之后 它生长继续向弯的方向 而且能量好像更大了 没错 我想问一下 在春夏天 其实除了玉米田之外 我发觉还有冰雪 冰地 或者雪地 沙地 或者农场里面 其实不是一个场合 是 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会将这个墨田圈 就是创造 我们现在虽然未拍到一个外星人 或者飞碟 或者飞船 真的创造或者制造这个墨田圈 但是我们极有可能相信 这个不是我们纯粹一些人恶搞的 而是来自一些外星的文明 用它的科技在短瞬间 将一些符号 或者特地的图案 刻画了 或者用它的科技 弄在墨田上面 不单在墨田 其实我们上网也看到很多资料 可以在一些平面的湖 镜头 也可以在一些石头 沙地上面也有 因为我很记得 钟原我和你分享 我很多年前去过秘鲁 坐着一架四人机 就是那些小型飞机 要纤身死状 我记得我去之前 有个台湾人堕机身旺 去看纳卡线 我记得前面有个法国人 他也很害怕 一个美女 我们的机器是飞到很高的 他就看上去的纳卡线 我估计也有 我就这样用香港大鸠墙 比例 差不多有五个大鸠墙 很大 如果你人手做不到 还有那些是动物 我记得 动物的骨骼 好像我们的甲骨纹 但如果你看英国那些 你会看到很多 我会再讲讲这些 这些 这些发射图案 是很不同的 还有他们的 有些像我学 因为我是美女 他们有些像pop up 就是pop up 或者一些以前我们的 后现代那些 但看上去是很对称 但其实我深刻研究了很多 因为我先头有几幅 都拿出来看 就是有很多发射型 星型 甚至有些船窝型 甚至有些 它的形状 甚至乎比我们设计的灵感 还会强很多 是的 是的 我同意 因为我们看到的墨田圈 它的设计真的很多样化 有些是神圣幾何 有些是数学的图案 甚至乎是太空各个星体的图 我又推算到 就是说 为什么外星人要跟我们沟通 为什么他不直接跟我们聊天 或者是刻画在其他的物件上面 例如我们刚才见过在冰层上面 大石上面 或者是沙滩上面 是 那我就可以推算 为什么外星人 用这么多不同的方法 都可以跟我们沟通 唯独是他对这个小墨地方的导田 是情有独钟 那为什么呢 我经常都在墨田那里看到这些 好了 以前没有那么高的科技 人类在沙上面画的东西有多难 是 我握着一个镯 也都在大石里面 可以丢一些很漂亮的图案 没错 我们中国都有很漂亮的敦煌壁画 大把 是大把 那外星人他要展现他的科技 或者让你们知道 这一样东西是 你们人类做不到的 以现有科技技术 那就是在小墨的导田上面 是 我们看到这些墨田圈 它的导田 令到每一条小墨 弯曲了之后 它仍然可以是生长的 并且带有一些残留的辐射 甚至乎是 一些粒子 有些粒子在里面 这一样东西 现在以人类科技都做不到 你可以做到小墨的和角 那条肝是弯了 有个爆竭点 同时它继续继续生长 终于我们step by step 还有很多东西说 我们首先要由入门 除了讲先头墨田圈的季节 它分布的地方 好像很想很想请教你 蜜田圈历史上的记载 其实有没有什么很经典 好像我们一想就想起那个图形 一想就记回蜜田圈 令到我们经常都不会忘记 有没有一些历史上的记载 或者一些比较突出 我们叫做比较突出的蜜田圈 我自己看蜜田圈 都看了很多不同的图案 有一个我都很深恳印象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只水墓 有没有见过 有有有有 你看回我们现在的图案 水墓 还会有很有印象 那个蜜田圈 我们现在所见到蜜田圈 大部分都可能和是几十公尺 到一百公尺以内 但是这个蜜田圈 这一个水墓状的蜜田圈 是差不多接近二百米 一百八十多米 差不多比足球场更大 是的 很厉害 我知道 我有看 那个造型很漂亮 我会看到就算以我们人类现有的科技做 你还要在夜晚做 是的 这个说起我要跟你谈 为什么有几个问题我一直都想问 第一 我都查了很多文献或资料 通常在夜晚 类似是 他们说在墨西哥10点多钟 听说有两夫妇在洗碗 吃完饭看电视 看着窗外是没有东西的 老婆拿了一碗洗完之后看出窗 有两粒金球在旋转 看着地下 有一条片子 看着地下好像显影 好像我们上纸那些 就浮现了那个Corp Circle出来 为什么要在夜晚 为什么不可以入口 第一 通常是山区 你很少见城市 举个例如我们来香港 你沙团马床就行 他不会的 可能去到刘鹤山 你只是去到西贡那些 就是郊野公园那些地方 为什么呢 这个我常常都想知道 如果我们要做这件事 因为外星人想和我们沟通 都保持一个低调的状态 如果他真的可以很公开地给你看 他就应该是日干日白跟你做 如果根据他们的守则 他们尽量减少被观察 或者被影到的机会 所以他们有守则 有 银河联邦所说的 他们都希望对人类的事务 以一个最低的干预 或者是不可以某些情况之下 直接跟人类面对面的 这就很照顾我们人类的 照你这么说 就是不是那些 就是骚扰我们民居那些 就是不是检疫那些 不要说这些 他们要留下一些讯息 都有他们的法则需要受的 所以暂时 你都不会在互联网看到 就是一条片 拍到一个不明的飞行物体 或者外星人 在墨田圈上制作这些图案 这个算不算 其中我订了一个问题 会不会一只水墓 就是史上最大的墨田圈 是的 那个史上最大 听你这么说也很大 因为好像我现在这些 有时候我看这些 好像没有一个大楼墙那样大 没有 大约都是四五十公尺左右 所以你会看到墨田圈 就是由我们所显示出来的图案 是千变万化 也有很多种 是 另外我还想说 为什么墨田圈 如果是用我们所文字的记载 就说最早在16世纪的时候 就会看到 但是为什么去到差不多近 70世纪或16世纪 才多人去留意这件事 或者看到 原因呢 我又想到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跟我们的飞行器 飞机的出现 飞机我们读书就知道 在1903年的时候 即是美国奈特兄弟 他就发明了第一架飞行器 一个飞机 短短在这一百年里面 我们飞行的航空技术 就突飞慢进了 现在我们甚至可以 冲出去太空 虽然有很多科技 都是外太 韩太空 对了 为什么墨田圈 要在这个时间 才大行其道出现呢 就是 如果我们画的墨田圈 你没办法在高空 看到下来 就算我弄得多漂亮 你可能要花很多人力物力 才看到 或者是推算得到 它画出来的图案 因为在现场 你只能看一粒粒凸起的东西 或者一些好像高低不平 但你一定要某一个高度才立法 或者可能要在高的山上 看回来才能够 所以 就是藉着这个飞行器的出现 人类可以搭飞机 或者持着飞机 在高空撩陷 看回整个草原 或者是稻田的情况之下 它就留意到这些图案了 因为它这么辛苦 弄了这个墨田圈 都是想让你看到的 或者是了解到里面的含义 但是我们全部人 都是以一个水平的视线 在人的角度 或者高度去看这个墨田圈 你是很难看到整个图案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有了飞行器 我们有飞机 直升机 甚至现在的航拍 我们就很简单 任何人都可以用它的方法 看到这个墨田圈的图案 所以它现在 为什么不是一百年前出现 三百年前 或者是一千年前出现的墨田圈 原来它都是因应我们人类有的科技 我自己估算 才让我们这么密集 可以看到这些图案的出现 中原 我也看了很多的研究 就是说 东正教 你知道 俄罗斯 我很喜欢东正教 这些试图很漂亮 我看到十章有五章 六章 右上角有一只光盆着火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飞碟 第一 第二 其实我们看了很多 就是那些画 我们叫艺术画 都有这些影像出现 会不会等于我们明朝 或者清朝也有 如果你说十六 或者十五更早世纪 其实到过地球很多次 比如说我们现在 跟你说 各方面科学的因素 器材可以看得更多 以前可能我们是 不要说手机或者什么 以前你起明朝或者清朝 你再远一点 那时候你官星都有 但是你不知道那些叫墨田圈 或者会不会 发生了你都不知道 在那个状态 可以这样理解 同时就是 外星人他都是 因应我们接收的方式 或者能够 最有效跟我们通讯的方式 因为有了这个飞行器之后 我们去认知这个世界 或者从高空 看到这个地球 就方便了很多 所以墨田圈大行其道 亦都可能因应 我们人类科技的演进而配合 我有一个问题 之前也和你沟通过 墨田圈其实有什么类型 比如说神圣、几何、宇宙星体、动物、数学 甚至乎他最近有疫症 疫情的 如如印度神童那样 甚至乎他有关于外星的文明 或者星系系统 他用很多对称、发射 我用设计来说 渐变或者船摩营去做这些图 那这些类型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刚才说到最后的船窝形 我们称之为蜜田圈之母 蜜田圈之母 你也看到营光幕 会看到一个像是一个 Galaxy 好像是一个银河系 有六条伸出来的鼻子 有很多小的圆圈 那这个为何是成为蜜田圈之母 就是因为它用了很多圆圈 构成一个图案 它夹着接近200个圆圈 我有看过这个 而且它没有一个圆圈 大小不一之余 是造成一个环臂状 一个银河形的环臂状 这个有没有接近 这个是水母 似的 不好意思 虽然有绿色 导演说反光的要拿出来 我觉得水母就类似这些 这个是后期出现的 这个是三臂 而我说的是六臂 六条弯臂出现 你会看到这些图案 整个组合差不多接近180米 好棒 而且有很多小的圆圈 组成了这个好像Galaxy 一个银河的地 以我们现在人类的科技 当然可以做到可以画到 而同时 为何这个图案 是这样另外留下的印象 就是这些图案 也是我们 例如新纪元常见的 一些我们称之为神圣几何的图案 那里面有一些意识能量在里面 我想问 我设计很多历史资料 这个是英国的威尔斯郡 差不多可以说 是集中地 会不会那些就是外星人 我不知道地球人 我记得听过你一次 因为中文有一次 我好人去广东 那些人捉上他们的星球 就好像不知一行行台 我好记得的 还有他们有个规律 这个迟点才说 那会不会就是他们 所谓就是他们的基地 就是英国这个地方 我经常来不开几个地方 一个就是彭奇波尔 一个汉普杂尔和威尔斯郡 这个很多 差不多基本都在那里 我们都留意到英国威尔斯 是集中地 因为这个部份是比较长的 不如我们留下一集 再跟大家慢慢讲 传说 希腊之神宗斯 命令终神 用念头创造女子潘多拉 作为报复光国之神 普罗密修斯 将火种带给人间的惩罚 同一时间 被终神以密康守的盒子 却被充满好奇的潘多拉打开 意外释出 无限神秘 黑暗力量 宇宙不解之迷